汽车保险都改革这么久了 很多的朋友还是不知道该怎么买 也就这前两天 有一位粉丝朋友他买了保险之后 把那个清单发给我看了一下 结果买了一大堆没有用的东西 白白的发了这个冤枉钱 车嫌要买对的不买贵的 最近想买车嫌的朋友 那么这期视频就建议你点赞收藏 对你日后续保时肯定有帮助 首先当我们这个车嫌到期前 一个月都会有各种的保险公司的人 几二年三代打电话给你 给你推销买什么嫌账 以及各种的优惠力度 或者是说直接跟你说 今天有优惠 过了今晚这个保费就会上涨了 这些都是套路 这个保费上不上涨 它也是有一个规定的 总体来说车嫌改革以后 我们就只需买以下四种车嫌 外加一个汽车保险 不想让你知道的一个嫌账 因为这个嫌账可能80%的实际朋友 他是不知道的 首先第一个也就是交墙嫌 这个的话不管你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在你上牌之前就必须要买的 如果说你不买的话 你这个车都是不能够上漏的 它主要就是用来赔付对方的 当对方的修理费用不超过两千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走这个交墙嫌 第二年的保费也不会上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也就是订付功能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当出现交通事故以后 对方的剧院资料费用需要车主来订付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就可以用这个交墙嫌去申请订付 就不需要我们自己掏腰包 这个功能是不是特别的香 第二第三则选都建议大家买一百万以上的 如果说你是在一二线城市生活的话 那么都建议购买两百万以上的 因为一百万跟两百万相差也就是几十块钱 对于我们现在出门 到处都是车 想找物车位也难 而且豪车也是随处可见 所以第三则选能买多高就买多高 能买高绝不买低 第三车身险就是用来修我们自己车的 车险改革以后 这个车身险做了七合一 其中包含了玻璃水险 倒墙险 自然险 不计免赔 无法找到第三方等等 也就是说只要你买了车身险 都包含在里面的了 你比如说当我们自己开车出门 不小心撞了树 或者是说开车到马路边 跟这个账物刮成 再或者是说你的车停到马路边 被别人刮了 但是又找不到是谁刮的等等这些 只要都可以走这个车身险来修车 第四 驾乘意外险 咱们一定要区分开 驾乘险和座位险 它的两个的区别 驾乘险它是属于意外险 它不属于车险 就算你出了这个险 第二年也不会影响你这个车子的保费上涨 买了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不管你是电子版的还是这个纸子版的 它都会有单独的一张保单 同时他们的图保方式也是不同的 驾乘险它既可以按人头也可以按车头 你比如说你需要经常出差出外地 或者是说你的车在家里面每次拉的人都不同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车来投保 如果你是一个有驾驶证的人 经常需要换车开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人头保 座位险则不同 座位险的话就是按你车上的每一个座位 可以单独来投保的 根据我个人的精英的话 都建议大家购买这个驾乘意外险 最好是按车来投保的这种 费用也不高也就是两百块钱左右 最后一个也就是一百万元药的附加限 这个选择也是汽载保险 不想让你知道的一个选择 说白了这个选择便宜 而且它的赔付率高 你比如钢钉 支架是很贵的 而且都属于我们自费范畴的 如果你说你没有买这个一百万元药的附加限 即便你的三折险买得再高 不管你是两百万三百万 所以大家在续保的时候 如果对方给你的这个预算保单 没有这个选种 就要叫对方加进去 也就是几十块钱 如果说对方不愿意加 那么你就可以放一家保险公司 来买保险也就OK了 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的是 既然你这个车都买了 这些最基本的保险千万别省 没遇事则万事大吉 一旦遇事的话 可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